很多夫妻吵架闹矛盾都是不会安慰彼此造成的 结合我们过去的咨询案例以及心理学的研究 我们会发现大家最常用的错误的安慰方式有三种 这三种方式不仅缓解不了对方的情绪 还会激化矛盾 那第一种就是过来人的劝告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吧 你要是听我的 你就不会这样了 你看你就是不听我的嘛 那看似你是在安慰对方 但换来的却是对方的更生气 因为你的这种表达是在侧面告诉对方 你不行你太小心养了 那第二种鼻惨 我之前咳比你倒霉多了 你可能是想要用这种方式让他好受一点 但很容易激起对方的反感 因为对方正难受着呢 你去把重心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那第三种要弱化问题 哎呀多大点事啊 你别想那么多了 这种安慰只会让对方更难受 陷入更强烈的自我否定 为什么先是好的却搞得彼此都不痛快 关系也变得更糟糕了呢 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讲 安慰是一种社会行为 正确的倾听和建议 可以帮助对方减少烦恼 降低和缓解这种低落的情绪 但安慰方式不恰当 让对方感受不到知识 反而会加剧他痛苦加深他的焦虑 那接下来就更容易引发冷战吵架 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彼此感情的破裂 那什么是恰当的安慰方式呢 很简单 七个字加三句话 这七个字就是我理解你的感受 心理学研究表明 真正能安慰人的 就是这七个字 我理解你的感受 开始很简单 但作用却很大 因为这七个字传递给对方的信息 就是他懂我 他愿意支持我 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的 值得信赖的人 所以你跟他说出我懂你的感受 就是给对方传递一个橄榄枝 让他卸下防御 对你敞开心扉 那三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说出我理解你的感受之后 再问他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第二个问题 你接下来想怎么做呢 第三个问题 有什么需要我问你做的吗 其实这三个问题 就是在引导对方梳理自己的需求 人所有的负面情绪背后 都是未被满足的需求 但情绪上来的时候 他可能根本意识不到 所以当你这样问他的时候 就等于你给他搭了一个逻辑框架 让他能够清晰地找出来他到底想要什么 而且能让他进一步感受到你在支持他 他的需求满足了 情绪立刻就能被安抚了 所以切记啊 千万不要跟他说 我建议你如何如何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和建议他如何做 和他自己说出来真的完全不一样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司董会上面 听到有人说过一句话 说他们司董会呢 有一个要求 就是所有给别人建议的大佬们 不许说我要给你什么样建议 如果一定要说建议 他们的开头一定是说 之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当时我的做法是什么样的 就是要换一个词 所以你看到没有 大佬们也不直接提建议 而是讲自己的经历 这样的话就会给别人更好的安慰 最后我总结一下 想要安慰别人 不需要你做什么事情去帮他 给他操心 只需要让他感受到 你站在他这边的态度 你有共情他痛苦的能力 他就能被你安抚 而且会发自内心的觉得 你善解人意